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曼娟我们听到的是刚泽斌所演唱的《你在他乡》 Zither Harp 细细回忆的印象 仿佛见你 离去模样 红着双眼 人类游荡 如今 各一方 你在他乡是否无恙 时光久远 念你如常 摸到情端 只愿一场 悠悠叹感伤 爱情本是凡夫无常 是是非非非自己想 花虽如此 总是我伤 真心换美两行 思念你的夜 我天天都在唱 除了你还有谁能让我欣赏 好多花在我心里藏了又藏 可是我无愿能讲 今天呢 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想呢 这一段的内容啊 是最适合正在枝崖路上 感觉彷徨 有梦想 但是却不敢想 爱情路上呢 又不断的卡关 我们邀请到的是YES123编辑总监黄大米 大米的经历非常的丰富 曾经担任过非凡电视台采访中心副主任 东森还有TVBS 电视台记者也活跃于商业周刊 风传媒 金周刊TVBS 东森 新闻云 知识家等等各大网站 担任专栏作家 速度创下了单篇文章全台湾有70万次的超高浏览率 那么他出了这样的一本书 书名有点长 但是你要听仔细了 若你委屈自己 任谁都能刻薄你 哈啰 大米 你好 曼秋好 大家好 是 我说你的书名有点长 但是大家要听仔细了 因为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那谈的是说 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但是却没有想到说 当你在委屈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开了一个裂缝 让别人可以攻击你 然后可以刻薄你 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说 我如何让你自己的委屈 不要那么委屈 可以有了力量 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听到 跟我们说吃亏好啊 吃亏就去占便宜 我仔细想想这话里面 有很大的矛盾 首先你到底想要吃亏 还是占便宜 对不对 你是想要吃亏吗 但是他又说吃亏就是占便宜 所以你想要吃亏 其实是想要占便宜吗 可是我想你一定不会赞成这种 吃亏就是占便宜的说法 对不对 吃亏就是占便宜 可是问题是你一开始的吃亏 你内心就不开心啊 那问题是你占到便宜 往往也许是多年以后 但你可能还没等到的时候 你就往生了 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 吃亏就是占便宜 这个是眼光看得非常远 但是你现在的情绪就是过不去 对没错 所以不用讲那么远 好 我们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 有看到一个叫做佛系时代 来帮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佛系时代 我觉得现在七八年即生 甚至于九年即生 嗯 他们都是看起来好像很无欲无求淡定的一代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会觉得现在孩子 我一直觉得辛苦了跟很抱歉 就是我是六年即生 我刚毕业的时候我领的薪水是三万多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三万多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整个台湾的景气是真的在往上走 那那时候以前我们那时候不太会听到失业率 是等到我们出来社会几年后才可以听到 所以我们等于是在春天的时候踏入社会 嗯 可是现在孩子是在一个寒冬的时候踏入社会 他必须接受22k 然后还要被人家说草莓 所以我会觉得是他们真的很辛苦 然后我观察到的 比如说我跟他们聊天 我就说那你们要不要生小孩 他就说不太敢生 我说为什么 他说赚太少啦 然后我就说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第二个原因其实我有点震撼 因为他们等于是一个八年级生的孩子 他就说以前我的爸爸妈妈 都让我们过很好的日子 假日啊 但我们去餐馆出国玩 他说我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 可是我自己现在的薪水 我自己评估我没有办法这样养孩子 那可是他是我的孩子啊 我没有办法看他过苦日子 我如果把他生下来是过苦日子 我会内疚 那他那个内疚说其实震撼了我 就说他们不是没有责任感 他们是太有责任感 但他们担不起 所以他们不要孩子 那我就说车子呢 他说车子可以 那我说房子呢 他说房子买不起啊 那我说你是不要吗 他说你送我要啊 就是他们是要 但是他们要不起 那在要不起的情况之下 他们才会转求 开始追求他们的兴趣 然后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 他的人生才是彩色的 因为他可能就会去学语言 学一些才艺 或者是去打工 然后他的正职 他往往他的要求是 他觉得你不会加薪给他了 他也不期待了 那他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我就是六点准时下班 然后我可以在生活跟工作上面稍微平衡 让我的人生不会这么苦闷 所以他跟我们以前 大部分就是我们这种五六年级生 都会觉得说 你要就是多懒一点工作来做啊 这样老板才会看到你啊 可是问题是 在他们这一代的时候 会来到台湾整个经济 也不OK的情况之下 老板看到你了 只会跟你说啊辛苦你了 委屈你了 然后没有了 嗯 所以这个梦幻的泡泡 他们已经不会相信说 被看到就一定会被升迁 所以他们会变成说 他们追求的是他们的第二人生 下班后的第二人生 所以对他们而言 他们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大米你刚才说觉得很抱歉 我想要了解的是 你的抱歉的那个点是在于 第一个就是 他们小时候父母 都给他们太多了 以至于他们现在无法面对 越来越少的生活 还是说现在他们的所得太少 但所得太少 也不是所有都22k吧 对不对还是看状况嘛 你的同事有人拿22k吗 应该也没有对不对 其实早几年 那时候22k刚开始订毛的时候 宣布的时候 其实那些孩子是真的有拿22k的 可是他们就是大概三四年后 其实都还是有拿到大概四万块 可是那是因为是在媒体圈 媒体圈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它就是变成说你越乖越守在那 你的薪水越会被人家刻薄 所以要换反而好 你就要换 其实我觉得当你踏入哪一个职场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那个职场游戏规则 对 有些职场他认为 比如说像传产 他会觉得说你大概三年到五年 这个资历我才会认为你的资历是完整的 可是在媒体圈而言 半年一年 他是会觉得说你是有经验的 你是有极占力的 但是如果你是傻傻的一进公司之后 你就先傻傻做 然后不去观察环境 不去观察游戏规则 那等到你觉醒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青春就浪费了 那八年十年就很傻是不是 有一点傻 因为有时候 当你发现你的公司是不会逐步调薪的时候 其实讲真的出来工作 不是为了做身体健康也不是为了做那个交朋友的 他就是为了做赚钱的嘛 那如果你赚不到钱你就要学会技术嘛 那这两样东西你是要永远放在心上的 那你才不会在工作的时候迷失 那我觉得对不起这一代的孩子是在于说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我算拿三万多 但是我觉得我是活在希望里的 我那时候认为啊 我会走电视台 我当时会觉得我是为了脱贫 因为我们家家境比较不OK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好那我要找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去工作 那所以 但是所以我是活在希望里的哦 我的梦想当中是有钱的味道的哦 可是现在的孩子 他会发现说整个社会其实到处都赚不到钱 那他就会不敢消费 所以就会变成说 他只能够他的钱 譬如说22k或25k 他只能够譬如说满足一下他的手机 或是满足一下什么 其他的部分其实他过得很拮据 然后加上他没有活在希望里 他看不到远方的钱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精神上是苦闷的 嗯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这是钟正涛所演唱的漫漫人生录 待会呢我们再来听大米 然后跟我们讲一个充满希望的女生 她就是靠着不断的转换她的工作 然后一级一级的获得更高的薪水 我们先来听歌 字幕志愿者在 转发 打赏支持 collen mars 声明的流转 你我都无法停留 走在满漫人生路 点点滴滴都幸福 为爱勇敢付出 失败从不在乎 哪怕我一生孤独 回头看看来世路 对你错我都满足 就算起起落落 只要不忘此生 走在满满人生路 满满人生路 谁说生命只有辛苦 我的路上有你陪伴左右 哪怕会有痛楚 跑一壶茶自得起来 喝一杯酒对月当刻 生命的流转 你我都无法停留 走在满满人生路 天天地地都幸福 为爱勇敢付出 失败从不在乎 哪怕我一生孤独 回头看看来世路 对你错我都满足 就算起起落落 只要不忘此生 走在满满人生路 我说人生路 该如何走 自己做主 结局是小花泪 别多无所谓 让我将梦变成歌 都在满满人生路 这首歌听起来好有气魄 我们就在这首有气势的歌里面来 跟若你委屈自己 任谁都能刻薄你的书的作者 黄大敏 跟这位在媒体界 已经出入了很多不同的电视台 跟媒体圈的 这一位传播媒体界的达人 大米来聊一聊 刚才讲到一个重要的 我想很多年轻朋友很有兴趣 就是怎么样 你在书里面有讲到 一个例子 一个年轻的女生 她怎么样可以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刚才进行 入行的时候 薪水都很低 你想要等人家给你加薪很困难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 可以自己当自强 可以想办法 为自己创造更高的价值 我这个孩子呢 他刚毕业的时候就来电视台 那其实他整体的条件 以电视台 其实电视台是一个 很以貌取人的地方 但他不是一个那么亮眼 那就会变成 会比较吃亏一点 然后呢 这孩子呢 是没有在吃亏这件事的 他大概来了两个月吧 然后那时候薪水大概是两万八 那我们是打算三个月后 调到三万二给他 但是呢 还没有等我们要调给他的时候 他就跑来跟我离职 嗯 他就说他要离职了 然后递上离职单 然后我就看到离职单上面 那一张离职单是我去写下 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原因 嗯 他离职单写着 离职理由不堪台北物价飞涨 换句话说就是 不堪忍受低薪 是吗 对低薪又高物价 还高房价 怎么办呢 对啊 然后这个孩子是很有想法的孩子 他就跟我说 我在这边是存不到钱的 那我就说那你要去哪 他说我要去花莲 我说你要去花莲 那你有认识的朋友在那吗 他说没有 那我说花莲那么长 那你要开车吗 因为我知道他没什么钱 他说我以前打工的时候 我在那个车行的老板 他就是卖二手车的 然后我要跟他买一台 那我说钱呢 他说车行老板跟我说 可以多带一点就不用钱 他说买车不用钱 好厉害喔 对 然后呢 他就变多带一点之后 他的房租也有了 然后第一个月生活费也有了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 跟我说再见 呵呵呵 然后因为我 因为我们个性很合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联络 结果呢 大概在他就花莲一年多以后 他跟我说 大咪姐我跟你说 我觉得啊 再怎么样跑啊 花莲那些庙宇什么 有的没有的啊 就这样 所以呢 我要离职了 又要离职 对 他又要离职了 欸 可是你没有讲到一个关键 就是说他其实去花莲 他的薪水就涨了 对不对 哦对 因为他的薪水就从两万八 变成四万多 是不是 对 他就是非常厉害 那那那你已经觉得 这个条幅你应该可以 乖乖待个两三年吧 而且花莲物价比较低 呵呵 对啊 是不是很好欸 花莲之花欸 开玩笑了 就我就想说他竟然就要离职 我说你离职你要去哪啦 嗯 他就跟我说 我要去北京 哇哦 我说去北京 你去北京 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或谁可以照顾你 他说都没有 嗯 我说你不怕吗 你知道 你知道这种害怕的中年人 就要问一下小朋友 怕不怕吗 对不对 嗯 他就跟我说 我怕啊 但是我知道 我闯过了这一次 我以后就不怕 嗯哼 然后他就去北京 然后他去北京之后啊 你知道我们就是会很爱打听人家的薪水 呵呵呵 就问一下说 欸那你薪水拿多少啊 那小孩子很信任你嘛 就是说 哦我加上了那个交通津贴 电话津贴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加上自己的本薪 加上人民币 在那边会有人民币的薪水 这样子一个月大概12万吧 嗯 我当时心之痛哦 因为那个12万已经超越我的薪水了 哈哈哈哈 就是我做十几年 然后居然被人家两年就扒过去 真的 然后他之后呢 我发现他的人生 他的舞台就是在地球了 嗯 因为他后来就会 因为他闯了一次之后 他就会常常去世界各地旅游 嗯 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去旅行的时候 房间什么都没有订好 他就去了 嗯 所以他是我 第一个看到就是 我之所以会想要写文章 就那时候非常单纯 只想要写下这样的震撼 对 然后来分享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 很多小朋友啊 或是年轻人都会觉得 离职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 可是我都想要说 那你就好意思你的前途吗 嗯 但是我们必须要补充说明就是 我相信你的这位同事 前同事 对 他也不是只是靠着跳槽 或是转换环境就可以一直加薪 我相信他在每个工作里面 应该都蛮拼的吧 嗯 他很努力 嗯 而且他 他除了他自己的资质很好以外 他其实会把新闻做得很好 嗯 那有 你给他很难度很高的挑战啊 其实我们训练记者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孩子推出去 看 把问题丢给他 看他自己怎么解决 嗯 我们是很残忍的那种方式 去教育下面的记者 那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嗯 现在油价涨了 你要去找一艘渔船 他是今天要加油 然后要加很多 才能够呈现这样油价涨的 对他的影响 影响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要去哪找 我就说自己想办法 其实我内心很紧张 可是 可是 你怕他想不出办法怎么办 对对对 但是我必须装出很冷静 你懂吗 主管都必须装出很冷静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衣服我都知道 然后就说你自己想办法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去哪 然后呢 他就跑去基隆还是哪边的一个渔港 嗯 然后他就 他过了一会儿之后就采访回来 采访回来 我就看他写的稿子 我就知道他采访到 嗯 然后就是一些船员跟他讲说 这样擦很多啊 什么油这样 就哇哇叫 嗯 然后我就把他抓过来 我说擦擦擦 你是怎么办到的 对 他就跟我说 我那时候就到那个渔港啊 我就大声喊说 今天有没有哪一艘渔船要加油的 有没有 我说你就在 在路边 就用喊的 对他就在路边大喊 然后就就达成任务 所以你会去看到说 其实他的生命的特质是 你你给他很难的题目 嗯 他不是先抱怨你那题目很难 对 然后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怎么样 而是他先想办法 对他先想办法 先去面对就接受下来了 然后就想办法应该怎么样来解决 而且他也用 我觉得他站在港口喊叫那个 那个很有画面感 就是一种很可爱 我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达到目的 不达到目的 我就不回家了 这也是一种很厉害的气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变化版总是有许多 是个舒服弯的彩虹的 红色 紫色 蓝色 灰色 绿色 白色 黑色 黄色 头顶上总是有许多 是个颜色的彩虹的 是个颜色的彩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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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甲子电动大乐队所演唱的 转霸七彩霓虹灯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 是若你委屈自己 任谁都能刻薄你保平所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黄大米 那大米来给我们讲很多的故事 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 转吧 七彩霓虹灯 有时候转一转转一转 人生就转出更丰富的 你完全没有想到的各种缤纷色彩了 那我们现在要来继续听大米讲故事 讲完了刚才那个好厉害了 两三年就薪水从 对 两万多条令大米垂心肝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我另外一个是要讲的是我大学同学 因为我本身是实行毕业的 那我们本身 我们都没有科技业的背景 我同学当然也没有 那我知道他没有留学英国 也没有留学美国 有一天呢他在脸书上面打卡 他就已经当上科技业的总经理 那大家就会狂恭喜啊 那因为我跟他比较熟 就私讯他说你凭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凭我敢啊 那我就说那为什么人家会看上你啊 他说其实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广告公司 当时呢他就是自己开 在广告公司有成之后 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 他想要就是感觉像 就是自己校长肩壮中的感觉 于是他就去科技业提案 那那个提案的的时候呢 其实我要说就是说在职场上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看你 其实如果你表现得还不错 你就会有机会 那他在那个提案的过程当中呢 这科技业老板觉得他很不错 由于他们是全球性的公司 那那老板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来当我特助 他那时候就想说 好他很勇敢 他就离开他自己的公司 他觉得说我要去了解这种全球性的企业 是怎么样做管理的 他就去当特助 那当特助的时候呢 后来他们公司有一个新的部门 新的公司 子公司要成立 然后他就接下那边的总经理 我就说 那你们公司那么多科技业台诚清交 是都死了吗 才能够轮到你吗 他就跟我说 不是 因为他们太懂科技业 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失败 担心这个新的子公司失败 而我看到的是可能 今天老板都不怕了 你为什么要怕 第二 我接下这总经理之后 我就卡住了一个总经理的位置 这个资历 他跟了我一辈子 第三 他告诉我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非常的认同 他说事实上大家都说 自己要找机会 然后再等待就是伯乐 他说所以人生最难的 是被看见 那既然都已经被看见了 你怎么还要放弃 所以他就勇敢的说了我要 然后他就变成是 我们所有同学当中 最年轻当上总经理 而且还是跨了他的那个 跨领域 对领域很厉害 他非常的厉害 然后所以我就 突然会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未知是最恐惧的 可是当你能够超越那个未知 不认识刚刚那个年轻的孩子拿到十二万 或是我同学 他们其实都是去走向一个未知的领域 但是那个未知的领域 我觉得人生其实如果你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的时候 一定是无心插流流成因 而那一个成因不是你突然去享受那个坐享其成 它是累积在你之前的努力 然后他突然在另外一条路爆发 对没错 讲到这里我也真的很想听听大米自己的故事 你知道像我这个对于人生充满了好奇的人 我所换的工作也不过就是那么 在我工作的这三十几年里 也不过就那么三四种工作吧 而且他们彼此间都是紧紧相连的 可是大米你却换了那么多不同的职 你应该说是什么职场吗 在不同的职场里面杀尽杀出 对 我这本书呢 其实很多读者都跟我说 传播是一本离职圣经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念传播本科系 可是我生命里面的细胞 它告诉我 我非常喜欢做传播工作 所以我只好顺从我自己的心中的渴望 那变成说别人都会质疑我 不给我机会啊 所以当时呢 我就只要有机会 不管它再多远我都会去 所以我的第一份的电视台媒体工作 说是在宜兰 那宜兰那时候呢 试完镜之后 它有一个考题 我通过了 所以我上 它的考题是说 我们请你来当主持人 可是我们电视台很小哦 我们可能 你没有节目的时候 还要帮忙倒水 你OK吗 那我就说可以啊 你用主持人的薪水 请我来倒水 不是我赚到吗 这个想法不错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OK 所以我就是靠着愿意打杂 我击败了很多刘英刘美跟台诚清交 拿到那个主持的工作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你拿到你应该在宜兰好好待吧 可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了要进大电视台 这是我的跳板 那所以呢 我不能在这边耽搁太久 所以我一录取之后 我就立刻拿记事本 就是设定我的离职日期 那其实往后的每一份工作 我都是在第一天就设定离职日期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 它就会让你永远知道你是为什么而来 对 然后以及你是来学技术的 拿资历的 所以公司的人事纷扰跟你没有关系 是 那你就不会被讨厌 对 那我第二份 那我认为这个是铜币 那我必须拿铜币去换银币 那我第二份银币是一个大电视台 他当时呢 其实他就说 他质疑我嘛 他就你是本科系 我说不是 他说你认为是政治人物 我说我不认识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谢谢再联络 我当时就赶快拿了电话线说 你们有没有缺公读生 有没有缺总机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反正无论如何就是想要进去就对了 对 然后他就笑 他就大笑出来 然后就跟我说 都满了 然后就挂 他挂了之后真的超难过 因为当你有梦想的时候 你是非常想要去争取的 就隔天他打错电话 他又打来 然后 命中注定 对 他就跟我说 你好我是XX电视台 XX制作人 我就说我知道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昨天又打来 然后他就问我说 哎我说什么啊 我说你说你不要我 然后他就待在那 然后我就开始骂他 我就骂他说 你们电视台那么大 你为什么要觉得说我不是本科系 你就不要我 今天所有立委会去 都是因为你们电视台扛棒 怎么会是因为我呢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 你知道就是恼羞成怒 就是很想要梦想 然后别人又不给你 然后你就生气 然后你就大骂他 然后 然后就被骂醒了 他就跟我 他在震撼 因为他没有想过 他今天是要来找一个求职者 我居然被骂 他就跟我说 好那你要不要来上班七天看看 没有钱哦 然后我就从台北 因为那时候那电视台在高雄 我就从台北搬到高雄 去免费做了七天 七天一到 他都忘记了 因为他就有人用就好了 七天一到我就跑去问他说 我可以留下来吗 他就跟我说 你对立委太有办法了 你可以留下来 所以我就知道 我拿到我的银币啊 那我就立刻 设定我的离职日期 下一份 就是下一次的离职日期 所以等到那一天到的时候 我就继续跟这家公司说再见 你到几岁的时候 在什么工作里面 觉得拿到了你的金币 我到了 三 三十二岁 还是三十一岁的时候 我认为拿到了金币 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外围 嗯 以下就是政论节目的制作助理 以下就是整点新闻的企划 然后一直到 呃 亚洲台的记者 可是那个亚洲台记者 他其实比较像是 呃 改写外电 他比较像是改写 就是中国大陆的新闻 他还是不能跑 那我那么活泼 不能跑得太痛苦 简直像是残废了 不行 那 所以我一直到 非凡电视台的时候 才开始正式跑线 嗯 对 然后 那时候开始跑线的时候 就觉得好嗨哦 很多时候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 如果你有梦想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不会计较工时 嗯嗯 没错 因为你每一分钟 你不是在为了那家公司工作 你是在为了自己工作 嗯 然后你每个细胞都在跳舞 他会觉得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好 其实我觉得大米也算是 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的个性 是很积极的 而且你是有方法的 你是通通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你可以在31岁32岁的时候 就拿到自己生命里面的金币 对 这是真的是 我觉得是你的努力 所付出得到的结果 但是我相信也可以给很多朋友 蛮大的启示 就是那个关于铜币 换银币再换金币的故事 好 可以让你自己站在一个 你自己更喜欢的位置 要拥有更多的资源 去发展自己的生命 和未来的可能性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很幸运 而且其实一开始的辛苦 他其实是在练功 嗯 那我拿到金币之后 金币他就会带来钱 嗯 你的薪水就会慢慢的 开始累积 累积 然后就开始换你 换你挑工作 嗯嗯嗯 所以等于说你的翅膀就硬 对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米聊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的更多的故事 就去看看这本书 若你委屈自己 任谁都能磕薄你 谢谢大米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听到的是阿达所演唱 上班不要跟我聊梦想 下一个阶段要进行的是 朗读专车 我们下礼拜见 再见 到下午1点半 过了这么久 这么才离开三 我放到水果头上班 没时间来不及打卡 张曼娟的朗读专车 今天的朗读专车 要为您朗读的是 我自己的作品 找回遗失的自己 收录在张曼娟 我被中人 由天下文化所出版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我走进撒哈拉沙漠 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 摄石流石流边流渡 快要奉唤我的眼珠 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 寒水被那雨水冲走 结束四十天的折磨 荒漠依然变成了绿钟 彩虹下有一棵大树 大树上有一个苹果 摇下一口我就全明白 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 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 找自己 找自己 哇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哇啦啦啦啦云在哭泣 哇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但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 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 哇啦啦啦当我去领域 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 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 找自己 每当我在脸书或是公开场合 提到做自己 就会有人不以为然的质疑 一个人想要做自己 就算伤害了别人也无所谓吗 我也觉得疑惑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洪水猛兽 忠于自己 就一定会伤害别人吗 为了不伤害别人 我们不能做自己 只好一辈子 卫装成另一个人 直到老后 压抑的情绪 一股脑的爆发开来 愤怒 委屈 怨天尤人 成为一个可悲的老人 所谓做自己 就是不再为别人的期待而伪装 但是 真正的自己 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呢 我做了真正的我 能得到别人的接纳与喜爱吗 有时 不只是别人 就连我们自己 也会对自身产生期待 如果 真正的我不够完美 不讨人喜欢 又该如何 要接受 真正的自己 也是需要勇气的 同时 得相信 真实的自己 比卫装的那个人 更好 更有存在的价值 更加可贵 更值得爱 我们想要 变得更好 为了让自己更好 我们不会任性 不会蛮横无理 我们会更有同理心 更能体贴别人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保持个性 能发挥 生来就具足的才能 与潜力 三十几年前 我出版了第一本书 《海水正兰》 风底 有一张作者黑白照 是灯影下的半张脸 《四隐若现》 这本书畅销之后 读者就有了一个既定印象 觉得我是一个长发披肩 穿着飘逸 感性又浪漫的女作家 二十几年前 我就剪短了头发 可是直到现在 仍有读者见到我的时候 露出惊异的表情 哎 你不是长头发吗 不是 我不是长发 我不再是年轻女作家 我甚至也不那么浪漫 读者 会不会因为我不是长发 就觉得我的演讲 不值得一听呢 会不会因为 我不如想象中的浪漫 就觉得我的书 不值得一读呢 迄今这样的事 还没有发生过 我的短发 已经成为个人风格了 想飘逸就穿裙子 想帅气就穿裤装 对于做自己这件事 越来越有信心 2011年 我被当时的新闻局 争调到香港 担任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 做的是推广台港文化交流的工作 刚满50岁的我 觉得这是一个崭新的挑战 便欣然赋任 到香港去的时候是10月 天气渐渐寒凉 我常穿着长靴 搭配裙装或裤装 有一位经常陪同我 出席活动的秘书 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主任 主任 您的装扮 好像应该更正式一点 比较妥当 嗯 我哪里不正式了 就是 就是您的鞋子 这样感觉跟穿雨鞋 差不多 不太正式 我看着自己保养得相当不错 并且常受到赞美的靴子 说不出话来 我再看看秘书的鞋子 典型公务员的包鞋淑女款 于是恍然大悟 我本来就是非典型公务员啊 如果主任的工作 需要的是典型公务员 就不会派作家来就任了 既然来的是作家 不就是为了展现 个人风格与思维吗 我对秘书说 别担心 靴子是时尚 而且 大家慢慢会习惯的 当一个人 决定做自己之后 做自己的时机 就越来越多了 早就不幸生命 想什么事 浪漫的万物一时 以为还没长大的同事 遗憾已经开始 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 习惯占告别为止 迷递中唯一的导航 是对自己诚实 有时太隐形 有时太着急 宁可傻傻看不清 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 在喧哗中淡定 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 跟珍惜短暂的相遇 忘不了昨日的美丽 也得一路走下去 有一分倔强安抚了悔恨 尽管这样太单纯 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 也做不了坏人 清醒总有几个同路的人 让孤独并不残忍 时间会为我开一扇门 爱在门外点灯 有时太任性 有时太着急 宁可傻傻看不清 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 在喧哗中淡定 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 跟珍惜短暂相遇 忘不了昨日的美丽 也要一路走下去 原来人生总是 不知这样 免不了跌跌撞撞 要面对的和要承担的 永远超乎想想 联系时每天的不一样 怎可能好发无伤 学着在失望中找希望 抬头是一片星光 总盼度安静 又忙个不停 怕一步小心烂情 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 在喧哗中淡定 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 错过了转身继续 忘不了昨日的美丽 也要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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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温静 又忙个不停 怕一步小心烂情 若是可以把脚步放轻 在喧哗中淡定 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 错过了转身继续 忘不了昨日的美丽 在喧哗中淡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